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神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昨天讲到了文法 应该要具备的动机态度 以及学习的方法 这些都是决定了 我们能不能学好法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另外 我们在文法的时候 也要重视威仪 不要让自己进入到一种 患逸的状态 患逸的状态 就是患中自己 就是身体 患中自己的一些幻想 患中自己的懈怠 从身心上的患逸 都是不对的 所以文法的时候 还是需要保持一种专注力 保持一种精进 要有精进的心 来听闻佛法 这样的法 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 我们的心相系里边去 也不要把这个听话 当作是禅修 闭着眼睛 就是把它做一种禅修来对待 这也是不对的 所以文法的时候 要用心听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这一次 这个上课的内容 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叫做 汉传佛教建设 大干 其实这个题目呢 也是代表着 我长时间以来 对佛教的 思考的 一个结果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汉传佛教 在隋坛时期 达到鼎盛 可是 宋元明清之后 一路走向衰落 一路走向衰落 到了清朝 简直是衰落的 无以复加 这样的一个 汉传佛教的 这样的一个传统 为什么会走向衰落 作为我们今天 作为我们今天的佛子来说 我们是需要去检讨 因为 只有通过检讨 只有通过幻思 我们才能够 更好的 去继承我们的传统 什么是传统 其实当我们说到 这个传统 这个两个字的时候 其实是蛮复杂的 当然我们今天 所介绍的一切 所继承的一切 显然都是 佛教的传统 但是 这个传统 它是不是优良传统 还是成归陋习 其实 这是我们需要 需要去检讨 因为佛法 在这个 两千多年流传的过程中 在 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时代 都会形成 它的 特有的 风格 以及在 教理的弘扬上 也有所不同 比如说 南传佛教 有南传佛教的传统 赞传佛教 有赞传佛教的传统 我们佛教在 随唐时期 也有随唐时期的传统 我们今天 今天的传统 今天继承的这个传统 它也是一种传统 究竟什么样的传统 才是优良的传统 就是 就是我们需要有智慧 才能去辨别 否则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会把 把一些 成归陆席 当做是一种 优良传统 所以我在这个 多年 教学 弘法以来 我一直在 给汉传佛教的传统 进行幻思 一方面 探讨 汉传佛教 衰落的原因 究竟在哪里 第二个方面 我在思考 究竟什么是代表着 佛法的 这个 优良传统 究竟是什么 是代表着 佛法的 根本精神 究竟什么是 佛法的 最核心的要素 因为我们说到佛法 有很多的宗派 有很多的乙系 比如我们汉传 就有八个宗派 整个世界的佛教 有三个乙系 南传 汉传 战传 那么这些 众多的宗派 众多的乙系 的佛教 究竟有没有 他们的 共同的 核心的要素 他们共同的基础 是什么 他们有没有 共同的基础 他们共同的基础 是什么 还有呢 我们今天的出家人 面对今天的这个社会 我们应该 怎么样来修学 怎么样才能够 更有效的修学 我们知道 今天这个社会 是一个高度的 知性发达的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在修学上 给我们带来的 极大的 方便 在修学上 给我们带来的 极大的方便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在选择上 给我们造成 也给我们造成的 极大的困扰 所以我感觉 很多人学佛 其实是像 灌街似的 东看看 西看看 我看多数人的修学 都是不得要的 虽然说 知性很发达 了解佛教很方便 但是 真的要找到一个好的善知识 能对我们 修学进行 有效引导的老师 并不多 所以这个时代呢 就是 修学佛法 其实也是蛮困难的 也是蛮困难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佛教在弘扬上 在弘法上 也是非常的薄弱 你看现在 这个基督教的 化掌势头很猛啊 其实他们的道理很简单 他们的传播模式 也很简单 你看就像肯德基 一个鸡腿可以卖遍世界 为什么啊 是不是就那个鸡腿很特别吗 不是的 是他的传播模式好 前一段时间 我在 这个 就是关注这个佛教的部教学 这一块 我觉得佛教应该要建设 佛教的部教学 但是 我们佛教界 几乎没有什么人 写过部教学 好像有一个法是有写过 他写的也是 不怎么样 但是 基督教在这个几百年来 一直在研究部教学 他们的部教学的著作 简直汗流冲动 所以我们佛教呢 虽然有着这么好的智慧 有着这么好的教理 可是因为缺乏一个推广的模式 现代的推广的模式 使得这个佛法 不能够得到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佛法 其实就是两个问题 重点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个人修学问题 第二个是佛教传播问题 就是 一个是属于自节 一个是属于节他 自节节他 自利利他 这是佛教的两大问题 那么这个两个问题呢 在目前的佛教界 做的都非常不好 我们有很多道禅 不仅没有良好的红缓模式 或者说没有去做红缓 甚至这个展现出来的很多负面形象 给这个教界 给这个教界给社会 造成 极为不良的影响 就是 所以我就在 在思考 就是我们现在的佛教界 我们当代的 我们当代的 这个教界 佛教 在两千多年的 这个流传的过程中 那么今天 已经传播到我们这一代的 出家人的手上 那我们这一代的出家人 佛弟子 我们是有责任的 我们的责任 就是一方面 如何的去继承 如何的去实践 然后就是 如何的去传播 我们去年有拍过一个片 但是还没有 这个还没有剪辑出来 这个片的名字就叫做 如来死 如来死 死者 如来的死者 这个片要讲一个什么内容呢 要讲的就是 这个 我们知道佛陀 出现在这个世间 他为我们这个世界 世界的众生 这个 他发现了 每一个生命都具有自我觉醒的能力 都具有自我拯救的能力 佛陀在他一生 45年的弘法的过程中 他就是通过种种方式 帮助众生 去认识 去开显 这样的一种觉醒能力 解脱能力 解脱能力 自救能力 那 就是将一代一代的 传到我们 传到我们现在 那么作为佛的弟子 其实 他就是如来的死者 他所实践的 就是如来所实践之道 如来要实践的 这个大道 觉醒之道 他所传播的 也是如来要传播的大道 觉醒之道 所以 就是 就是 就是每一个佛弟子 其实都是如来的死者 都是 承担着 实践生命的觉醒 和传播 觉醒之道 解脱之道 这样的一个 重大的使命 但是面对 我们今天面对 这个两千多年 以来的佛教的传统 佛教在流传的过程中 随着 文化歧义的不同 随着众生根基的不同 整个佛法 变得越来越复杂的 越来越博扎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 才能更好地去继承 那么在过去的若干年里 我一直在做的 这一方面的 这个探索 比如说 针对信仰的缺失 信仰的淡化 我有专门学过 《皈依修学扫册》 以及 提倡 关于皈依的修行 其实皈依的修行 目的就是为了信仰建设 针对 我们汉传佛教 长期以来 大乘精神 缺失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大乘精神 什么叫大乘精神 大乘精神 就是崇高的利他主义精神 是积极的路士精神 是慈悲的 大慈大悲的 菩萨精神 那么这样的一种精神 我们汉传佛教虽然是大乘佛教 但是这样的一种精神 在我们汉传地区 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彰显 比如说 很多人修禅宗 念佛的 更多的都是关注了 是个人了生死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佛教能够以世人 这个悲观 消极出世 甚至认为对这个社会没有用 这样的一些负面形象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 这种大乘的精神 没有能够 三选 大乘的精神是什么 大乘的精神 的主要思想 其实就是菩提心教 就是菩提心教 菩提心 就是一种崇高的利他主义愿望 作为大乘行人 首先必须要建立崇高的 这个利他主义的 这样的一种愿望 如果这个愿望没有升起 那其实说不算是大乘行者 说不算是大乘行者 所以在过去 我也对这个菩提心教法 也专门做了弘扬 也有讲过 写过 关于认识菩提心 菩提心修行 还有专门编过 关于这个菩提心的 传哨仪轨 也就是我们汉上所调 过去重视讲严顿 就像重视禅宗 讲究 这个 顿悟成佛 不喜欢基础 不喜欢赤地 其实在菩萨行的修行上 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受菩萨戒 但是不重视菩提心戒 其实在印度的传统里边 在菩提心戒之前 还有菩萨戒 先要受到菩提心戒 真正的发起菩提心了 然后才有资格受菩萨戒 我们把菩提心的基础 给忽略了 所以这也正是大臣精神 确实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针对教团的 这个生人素质 这个素质问题 还有针对教团的管理问题 在过去我也专门讲过戒力 有出过以戒为师 这一方面有几本书 那么还有针对 大众修学 无系的现象 那我也专门 这个弘扬道次第 甚至在目前 提出了一套三级修学模式 三级修学模式 那么还有呢 就是针对这个教团的 关于整个佛教的建设 我在这个第二次世界佛教论坛 第一次提供一篇文章 叫做一个根本三个要领 一个根本三个要领 一个根本 就是我们整个佛教界的问题 虽然很多 但是如果简单的归纳一下 其实 就是不外乎一个根本 三个要领 这个一个根本呢 其实就是有关于 佛教修学体系的建设 有关于佛教修学体系的建设 就是我们当今的 当今人的修行 我们应该依托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修学体系 三大要领 主要就是我们当前佛教的 这个问题非常很多 其实 不外乎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解决好了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身团管理问题 第二个就是佛教教育问题 就是身团的教育问题 也就是包括出家人的 这个教育就是出家人的修学问题 第三个就是弘法顾教问题 其实佛教界的问题 这两个很多 但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外乎三种 身团行政管理问题 身体的教育制度问题 还有呢就是 弘法布教问题 那么我们就是有做了这个一系列的一些思考 那么从七年以来就开始重视对这个佛陀的了解 就是弘扬 就是这个 就是帮助大家 倡导大家 并且要去了解佛陀 我们这个 佛教徒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们不太重视去了解佛陀 我们也可能对阿弥陀佛还很熟悉 但对释迦牟尼 对我们的本师 反而不太重视去了解 可是佛陀 释迦牟尼 他是我们佛法的源头 佛法是从他那里来的 如果我们了解他 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佛法 所以从七年开始呢 我就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叫 走进佛陀 认识佛法 我们应该走进佛陀 因为走进佛陀 才能够更好的认识佛法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讲这个 汉传佛教 建设大纲这样的一个课程 我想一想 我们首先也还是应该从佛陀开始 开始学习 从了解佛陀开始 那我觉得 这个确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对佛陀的了解 事实上是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佛法 尤其是我们当前的佛教 当前的佛教 基本上是变成一种偏向于信仰型的佛教 而不是一种教育型的佛教 就像我们这个寺庙 很多寺庙 我们供了很多佛像 所以很多人到寺庙来 这个烧香 磕头 拜佛 求平安 求保佑 那么 他们很少有人会想到 他们到寺庙来是来向佛陀学习 是来学佛 学佛是可以向佛陀学习的 那么在我们 这个 即便是在很多佛教徒的心目中 我们也总是觉得 佛陀 他是高不可攀的 他离我们 非常遥远 我们不敢想象着 我们可以向佛陀学习 我们也不敢想象着 佛陀 他的 这个 他的一个修行的经验 比如他的出家 他的求道 他的成道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的一个修行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我们 有没有借鉴的意义 如果我们觉得佛陀是高不可康的 再来人 他早就成佛了 那么他到这个人间来 他所有的视线 他的表现 那么在我们很多人看来 他那个是一个特殊的经验 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对我们平常人来说 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学习的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佛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如果说 我们把佛陀定位为 佛陀 其实他也是从一个普通人成佛的 当然我们现在说到这个普通人 并不是说普通人都一样 只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 我们的这个根基 慧根 也都不一样 也不是都一样 那佛陀 这个 当然他的生命的起点 这个 跟我们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共同的是什么呢 佛陀他是以人的身份成佛的 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 他跟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找 这个 就是我们了解佛陀 了解佛陀啊 事实上是帮助我们去了解 佛陀跟我们这个众生的 这个 相同点 和 差异点 相同点 就是说 首先他也是从一个 这个 凡夫 从作为一个人 通过修行 最终成佛 那从这一点来说 也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凡夫的众生 我们只要通过修行 我们最终 也都是可以成佛的 也都是可以成佛的 那么佛陀 跟我们平常人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共同点 这个 共同点啊 也是佛经里面经常讲到的 就是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在这个佛性上 在这个杰性上 佛 那也就是说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跟佛陀啊 也是具有共同的 共同的一个起点 这个共同的起点 也就是 都记备这种 成佛的谴知 都记备 旧的本性 那么 佛跟众生 他的差别在哪里 他跟我们的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最大的差别 就在于 谜和物的不同 谜和物 众生 是代表着 谜的状态 佛陀 是代表着 觉悟的状态 佛陀是代表着 觉悟的状态 什么叫谜 什么叫悟 谜 就是谜识了 觉悟的本性 找不到觉悟本性的 看不到觉悟本性的 把他丢掉了 看不到了 就像 这个天上 这个这个银材呀 一出现 结果把那个阳光给挡住了 看不到阳光 但是阳光 其实还在哪里 太阳还是在那里 就是 从这点上来说 就是佛 跟众生 就是不一样 但是有一天 把这个迷惑 欺丧了 这个 觉悟的本性 开显出来的 那么众生跟佛 也就完成是一样的 也就完成是这样 所以 佛跟众生的差别 和不同 最大的差别 最大的相同 是在这里 当然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了 根据大圣的经典 讲到了更多的是 哎呀 佛陀的那种 无量神通啊 什么在这个 十方世界 这种各种各样的神殿 因为我们看了这些东西 我们就会拉大的 佛跟众生的这种 差异 但其实这些差异 这种能力上的差异 不是本质上的差异 它不是最重要的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在 弥合物的问题上 而不是在能力的大小 能力大小 当然也是一种差异 但是 这 这不是最关键 那么我们讲到 我logo 我们定位佛陀 它是一个 从一个凡人 通过修行 成佛 也就是通过一个平凡的 这个一个人 他如何是从迷的状态 走向觉醒 如果我们这么定位的话 那佛陀的 一切修行的经验 对我们来说 都是可以借鉴的 都是可以借鉴的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佛陀 简单的了解一下佛陀的 这个 他从他的修道经历 以及他说法 他四十五年说法 这个四十五年说了很多法 从我们现在来看 你看有这个 森文堂的经典 有大乘的经典 简直汗流冲动 说了那么多了 那这个佛陀的教法里边 他有没有他的基本大干 他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思想 我们能不能从佛陀的说法里边 去发现他的最初的基本思想 其实是有的 不是没有的 佛陀成道之后 最初的说法 就是转法轮 三转法轮 三转法轮 所先世的四地法门 其实就是佛陀 宣教的一个基本纲 在他未来四十五年说法的过程中 其实都没有离开这个四地的这样的一个纲 所以这个四地法门很重要 就是这个佛陀他真是很有智慧 他用四个字 四地法门就是四个字 苦极灭道 他把众生生死轮回 以及这个圣贤走向解脱的这种因果眼里 轮回的眼里 解脱的眼里 通通都给交代清楚了 就像我们昨天上课讲到 佛陀对我们环乎众生的整个生命状态 就用了三个字 贪嗔痴 我们世间上的人 对世间人的生活 现象的描述 你看要写出多少东西出来 用多少东西 科学啊 哲学啊 你看写了多少 也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说清楚了 可是佛陀只用了三个字 贪嗔痴就搞定了 正像这个道理一样 你看佛陀对众生的整个轮回 以及轮回状态 轮回的因果 以及如何从轮回走向解脱 像一个从轮回的因果 到这个解脱的因果 他仅仅用了四个字 就把它说得清清楚楚了 这要是没有大智慧是做不到了 没有极大的智慧 他是没有办法把这些问题说得这么 这么简单啊 所以我经常讲 我说知识是复杂的 智慧是简单的 因为智慧看到的是本质 知识看到的是现象 知识了解的掌握的是现象 现象总是千差万别 但是本质 本质就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佛陀看到的是本质 所以他可以发反而回状态 那我们从佛陀的 这个出家 求道 成道 以及说法 这样的一些过程 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 学佛的人来说 都有非常重要的 这点的意义 非常重要的这点的意义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根据这个 就是分别的给大家介绍 因为我们今年 这个学习还会讲到佛传 有这门课 那这门课呢 到了时候可能会按 这个佛传的书给你们 就是另外一个法师 会给你们做集体的解读 我只要是围绕着一些点 来做一些说明 不是给你们照本乡课来去说的 这个说的方式是不一样 那首先我们要关注的 就是一个出家的问题 就是佛陀的出家 佛陀的出家 这是一个大事 这个有一个学者讲 佛陀的出家 出家 是一种伟大的唤气 是一种伟大的唤气 出家其实就是一种唤气 唤气 对世俗生活的占有 那么这种唤气呢 事实上是 是我们摆脱我们生命中的贪着 走向解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谓家是什么 家就是一种占有 家是无名的堡垒 这个 他是贪着的堡垒 家是一个贪着的堡垒 他是占有的一种 主要的表现形式 通过对感情的占有 对财富的占有 这个 形成了一个家 因为有的这个家 就会产生贪着 对感情的贪着 对家人的贪着 对财富的贪着 对事业的贪着 那么因为这个贪着 就会使得我们啊 不得解脱 不得解脱 这个 为什么会要接受解脱呢 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有没有这个解脱这个观念 这个西方文化里面 有没有强调解脱这个观念 好像似乎都没有 特别的说到 但是印度的文化里面 在这个印度的文化里面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这个特征呢 就是他强调的是 生死轮回和涅槃解脱 我们今天讲生死轮回 涅槃解脱 以为这都是佛教思想 其实不是 它是印度似乎是印度传统宗教中的一种普遍的思想 所有的宗教 基本上都会 讲到生死轮回 都会 以这个追求涅槃和解脱为目的 我们今天讲到的佛教 它也不是这个印度最早的宗教 我们知道 婆罗门教就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佛陀在世的时候 这个佛经里面讲 有九十六种外道 有九十六种外道 那就意味着有九十六种宗教了 可见这个印度这个国家 它是大量的生产宗教的一个国家 这个 就它的宗教很发达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思想 可能在印度它都能找到源头 都能找到相同的思想 因为印度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热带 生活 人们生活来源啊 也会比较容易 那印度最早的宗教是 婆罗门教 也就是后来改变过的印度教 据说这个婆罗门教呢 就是 他们认为一个人 每一个人啊 他一生啊 会有四个时期 要经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就是防恨期 防恨 就是学习了 就是要学习 过一种清净的这个学习啊 学习做人啊 学习知识啊 学习毁托啊 什么什么这些 这些宗教的经典 少教育 就是少教育的时期吧 那第二个时期呢 叫做积家期 就是结婚 就是结婚 成家立业 那么第三个时期呢 大概是四十岁的 四十岁左右的 叫林西起 就是要到树林里边去 接下来到山里边去 修行 要开始 开始大做 比如现在 这个社会上流行的 什么什么一家 什么之类的 都是来源于印度 印度的这个六种 这个六派哲学里边 他就有一 这个还是六十万道 还是六派哲学 在他们的宗教里面 就有一种 一家学派 那就是 就要禅修哦 禅修对印度人来说 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我们佛教讲到了 四禅八定 这个四禅八定 它是印度 印度宗教修行的 一个普遍的思想 那不是佛教特有的东西 那第四呢 是隐顿题 隐顿 就当隐士一样 就是修行 然后呢 过着一种 这个 就是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了 就是禅修 通过禅修 然后有一定的成就 然后就过着一种 甚至是起实 就是自己也不要生产了 在印度 其实是很少尊重的 一个人 你能够专心去修道 这种人在社会上是很少尊重的 那我们想一想 每个人 婆罗门 当然婆罗门总性的人 他们每个人 他一生都有这样的四个时期 你看有很多人 他到这个森林里边去打坐 他坐着坐着 就会要做出一点什么 名堂出来 当然要做出一点什么 名堂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搞出一种宗教了 所以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印度 他就是一个生产宗教的国家 就是因为每个人 他都重视这种 就是在他的一生里边 他都会有相当的时间去禅修 然后禅修呢 每个人可能会根据 自己的禅修的经验 看到了什么 他就会提出 他了一套这个宗教的思想 他认为 可能这就是解脱了 就是 就是每个人 可能他对这个解脱啊 他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 他对涅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就是每个人会根据 自己的禅病的经验 提出这种涅槃和解脱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定义 所以由此呢 这个 这个印度啊 这个 他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 那么后来还有一个叫三门思潮 三门思潮 就是有一部分人 就是专门 就是 就是以这个出家 出家 出家修行 就是作为他的一个忠生追求 然后这个三门思潮呢 这个 在这个三门思潮中啊 也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宗教 宗教潮流 宗教潮流 所以三门这个概念 我们出家能通常称为三门 这个三门 就是一种专心 这个出家以追求真理 追求解脱 在这个文化背景中 所以他想到了出家 想到了追求涅槃 追求解脱 这个自然是一件 非常 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在我们中国呢 我们中国早期 在佛教没有进来之前 有没有出家 没有出家 有隐士 会有一些隐士 就是 所以佛教讲因缘 就是 就是我们了解 印度佛教的背景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 这样的一个出家 出家这个身份出现 他的历史背景 以及他的一个意义 他的一个意义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